習慣疫情反鋪 專攻天選之人 確診又以青壯年為主 多半都會出現高燒的情形 這是全球最迷你的古蘭晶 拇指般的大小保存完好 專家推測已經有數百年的歷史 人間國寶張瑞貴阿嬤 來聽聽他傳唱人生的酸甜苦辣 也為臺灣的音樂寫下歷史 謝謝 觀眾朋友晚安 歡迎收看五月二十六號的大愛 葉安新聞 我是呂思軒 臺灣在五月宣布新冠疫情降級 免除了通報和戴口罩等等的措施 但這個月還沒有過完 就開始出現了疫情反鋪 進入到了第四波的新冠疫情 臨床的醫師就發現 這一波確診的多半都是 先前所說的天選之人 當中又以青壯年族群居多 專家就推測所謂的天選之人 應該是先前的無症狀感染者 體內的抗體降低而再度染疫 而且他們都會出現高燒的情形 疾管署預估在六月下旬 這波疫情會來到高峰點 現在不只是新冠病毒 包括腸病毒和腺病毒都在社區肆虐 所以有不少學校也公告 提醒學生要戴上口罩 避免染疫 今天是我確診第四天 還是兩條線 過去三年多從沒確診過 以為自己是天選之人 沒想到病毒在防疫解禁後 找上門 第一天我還要去上班 那時候我還不知道自己確診 然後那時候身體就是忽冷忽熱 然後一直喉嚨癢癢想要咳嗽 不再是天選者 近期國內新冠進入第四波流行 疾管署公佈最新數據 上星期不論平均確診或死亡數 都比前一周高 其中本土個案129例中 超過半數都感染到傳播 和適應力較佳的XBB病毒 正式躍升為本土主流病毒株 有醫師表示 特色是容易伴隨高燒症狀 我不知道自己發酵幾度 可是我感覺到自己的體溫很燒 燒了應該兩三天 Omicron這個病毒 本來它的繁殖就是很有效率的 只是它在動物模式看起來 它的致病力似乎沒有都變得更強 它的毒性是持平的 所以我們在兒童很多看到發燒 那成年人看到發燒的比例 也不算太低了 警戒疫情再起 實際走入校園 發現在政策鬆綁後 師生仍掛著口罩 就連體育課也有人緊緊戴著 校長表示 清消量體溫一直在做 更在近期再次做了胃教 我們5月初有發這樣子的 一個胃教的宣導堂 COVID-19以外 還有流感的一個部分 還有腸病毒 還有水痘 希望就是小朋友 他能夠注意到自己的一個身體 這個狀況 醫師呼籲真正天選之人非常少 不論有沒有感染過 體內保護力不夠 就有確診可能 便因為疫情疲勞而鬆懈 不打疫苗 畢竟現在規範已不如過往嚴格 想讓疫情降溫 可能會比過去花更久時間 大愛新聞 林一廷余國維 台北報導 嘉義游民窩性男子 因為全身無力喘不過氣 所以到醫院掛急診 結果檢查後就發現 他的白血球指數異常過高 最後是確診 罹患了急性的骨髓性白血病 好在老天眷顧 在治療之後 他不需要接受移植 已經恢復健康 醫師就提醒 如果有出現異常的疲倦 或者是身上會出現 不明的瘀青 以及高燒的情況 都是警訊 記得要趕快就醫檢查 在香蕉圓忙碌 56歲的翁先生 挺能跟身體狀態復原良好 但會想發病過程 心有餘悸 痛到痛不癢 總痛到媽媽 如果這樣會踢 會痠 如果這樣 我相信我以前可能 以前感染到 牙齦腫 胸口痛 診所拿藥 病情沒改善 硬撐一星期 直到全身無力冒冷汗 喘不過氣 才到醫院掛急診 白血球一抽就好幾萬 非常高的一個數值 我們正常白血球 大概介於4000到1萬 它就是比正常值多好幾倍的意識 緊急住院治療 以樣物降低白血球速 骨髓檢查 確診急性骨髓性白血病 病情穩定後 接續化學治療 不需液體骨髓移植 恢復健康 醫師說 急性骨髓性白血病 跟遺傳叫沒關聯 有時是暴露到致癌物 像是輻射或施打過化學治療 有較高的風險 醫師提醒 異常疲累 伴隨不明原因淤青 刷牙出血 或莫名的發燒 體重減輕 還有骨頭痠痛 都是病罩 要趕緊就醫檢查 大愛新聞 嘉義大林綜合報導 開放訊息要來關心 強台馬華 目前它的位置 是在台灣的東南東方海面上 距離是2000公里左右 由於海上的對流旺盛 也讓馬華吸足了 水氣結構相當的扎實 氣象局表示 馬華是1995年 有記錄以來最強的五月台 它的強度非常的可觀 預計在下個星期一 就會靠近離島蘭域 到時候也不排除 會發布海上警報 而依照目前的路徑 馬華預計在今天晚上 或者是明天清晨 就會進入到菲律賓 預計會滯留3到5天 當局已經準備好了 也提醒了當地民眾 要注意洪水和土石流的災情 馬華預計在26號晚上 或27號清晨 進入菲律賓責任區 並停留3到5天 首當其衝的是 呂宋島東部 菲律賓第二大區 卡加沿谷 洪水和土石流的威脅 可能持續到下週二 首都馬尼拉以及呂宋島西部各地 也要提防豪雨 菲律賓防災部門表示 可能提前下令疏散地瓦地區 尤其是巴丹島和卡加沿 沿南地區 希望將災害降到最低 大海新聞 將於挺便宜 多年來呢 世界各地的科學家 都想要在外太空拓展未知領域 NASA在去年記錄到 火星上規模最大的地震 而且根據地震的聲音 來推測火星的地殼構造 結果就發現 火星的地殼 比起地球還有月球的厚度來的厚 它平均的深度大約是 42到56公里 而這些的發現 其實都有助於未來的任務 尤其是要如何在火星上設立基地 人類前進火星 2022年記錄下火星地震的音頻 美國太空總署首度公開 規模4.6的地震 讓科學家更了解 火星地殼的基本構造 科學家根據地震音頻與震波 推測出火星地殼 比地球或月球厚得多 平均深度約為42到56公里 這些最新研究 將有助於未來的載人飛行任務 尤其是後續如何在火星上設立基地 這是NASA的洞察號 從2018到2022年間 在火星上記錄到規模最大的地震 科學家表示 應當顯示 火星南部的地殼 比北部的深 這些資料也有助於選出 地形平坦 氣壓較高 輻射量較低 又可能接近水源的地區 作為基地 大海新聞 武貴正編譯 畢業季來臨 屏東的墾丁國小 連續四年舉辦了海底潛水的畢業典禮 學生除了要在海中領取畢業證書 也能藉此來了解到 垃圾污染海洋的嚴重性 16位屏東墾丁國小的畢業生 在潛水教練的帶領下 換上了潛水裝 戴上面罩 背著氧氣瓶 潛到海中領取畢業證書 海洋經過疫情期間的富裕和休養生息 這場海洋潛水畢業典禮 進行過程中由來了大雨 讓大家萬分欣喜 而珊瑚礁也換上了新裝和師生見面 海中世界欣欣向榮 墾丁國小連續四年舉辦海洋潛水畢業典禮 過往珊瑚礁面臨了氣候暖化 墾丁海域過度人為開發 和觀光帶來的污水和垃圾 讓海洋資源面臨威脅 透過這場青海的畢業典禮 讓海洋保育教育從小開始扎根 對孩子來講是人生一個難忘的經驗 我們的家長會一直以來 對我們學校推動海洋課程都非常的支持 畢業在學校都用不到的東西 遇到了很多雨 像是遇到了五隻牛港車 很多的珊瑚 這個潛水畢業典禮非常開心 我也感謝我多年的老師 墾丁國小的海洋教育課程 從一年級青海細水 接下來有浮潛SUP和自由潛水和衝浪 直到六年級挑戰潛水 在海中領取畢業證書 完成了海洋教育 讓每位畢業生留下了難以忘懷的回憶 戴愛新聞 翁崇文蕭紅樹屏東報導 歡迎回到新聞現場 這一節新聞要帶您來看 全球最迷你的古蘭晶 是位在巴爾巴尼亞 它整本書的大小您看到 跟小拇指的大小是差不多的 長寬只有兩公分 而厚度只有一公分高 但是它的頁數多達900多頁 這一本袖珍版的古蘭晶 保存非常的完好 專家也推測 它至少有數百年的歷史 不僅代表著文物傳承 而這也是收藏者的傳家寶 一盡雙手小心翼翼地拉開抽屜 翻開布巾慎重拿起 緊閉雙眼親吻 並放在額頭膜拜 看起來比郵票還小 幾乎要消失在掌心裡的 超迷你小書 是阿爾巴尼亞男子普魯西的傳家之寶 全球最迷你古蘭晶 全球最迷你古蘭晶 到底有多小 尺寸只有兩公分長 一公分厚 但葉數卻多達900多頁 被裝在一個銀色小書殼裡 裡面還有閱讀用的放大鏡 不過最令人好奇的是 這麼小的古蘭晶是怎麼被發現的 古蘭晶主人說 高增祖父母 在蓋新房子時挖到 當時就保存完好 被一家人認定是神聖的象徵 整個家族還因此 從天主教改姓伊斯蘭教 他被罵殺了 不被罵殺人 他被罵殺人 因為他被罵殺人 他被罵殺人 因為他被罵殺人 他被罵殺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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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盡管收到無數的高價收購 但都被普魯西家族婉拒 他們說迷你古蘭晶 承載許多的故事 祝福和奇蹟 將會永遠跟著家族流傳下去 大鞋新聞 張力編譯 再來看到的是跨宗教的情誼 澳洲這位安琪拉修女 三十多年前她接觸了此劑 對於志工的善行 非常的有印象 所以這期間 她曾多次到訪台灣 來拜訪上人 兩位宗教家 可以說是一見如故 理念相當的契合 上人曾經贈予 一尊宇宙大絕者 給安琪拉修女 而且也一直把這視為是珍寶 不過最近幾年 修女有感於自己的年紀增長了 體力也大不如前 所以特地把這一份禮物 再回贈給慈激志工 讓這一份的跨宗教情誼 更顧不變 五月是贈養母親的月份 澳洲黃金海岸金斯堂 迎來貴客 她的身份 就像是當地慈激人的母親 祝公一一收下安琪拉修女 製贈的母親節祝福 與慈激結緣超過30年的她 特地選在佛誕的五月 想要轉贈一件上人 曾經送給她的禮物 她知道她自己97歲 有時候人生很強她不希望說 她的人不在 她這個這麼重要的東西 誰要照顧她 終於她想要 這個在一個地方 是一個可以永遠 然後是一個 然後把她交付給 很信任的一個地方 還有一群人 那就是你 你好 媽媽 今天早上 安琪拉修女與慈激的緣 結在33年前 當時由志公吳兆峰 邁出愛的腳步 在澳洲經濟不景氣的年代 她除了號召僑明捐助馬特醫院 也先後多次陪伴安琪拉修女 來台拜訪上人 兩位宗教家一見如故 阿琪拉修女 這一趟走訪黃金海岸金斯堂 除了捐贈宇宙大絕者 她也想遇上人 回饋佛陀故鄉的紅髮禮生 儘管修女投下的金額不多 但卻是兩位宗教家好友 信心相惜的心意 也期待藉此拋磚引玉 讓護持佛陀故鄉的力量更加成 大愛新聞 真善美志公澳洲報導 而今天呢 是農曆的4月初8佛旦日 想要回饋佛陀故鄉呢 實際與努伯爾的藍皮尼政府合作 推動了好話運動 志公呢是在旅遊區的電動車上 頭貼上了禁思雨 而不論是居民呢 或者是每一位走進這座城市的旅客 都能感受到禁思雨的正能量 也讓好話繼續在佛陀故鄉四處傳播 健康藍皮尼美好藍皮尼運動 由藍皮尼師傅 旅遊警察大隊 酒店和旅遊協會 共同啟動 藍皮尼電動三輪車夫 歡喜接受 在三輪車貼上慈寂禁思雨 甚至不斷叮嚴至公 要把貼紙貼正一點 也有三輪車夫主動來到慈激會所索取 希望讓好話在藍皮尼滿街跑 三種語言外國旅客也受用 這邊有很多的三輪車 因為要整個藍皮尼花園裡面 要去看完整個試驗 其實是蠻大而且蠻遠的 所以三輪車夫 三輪車就是發揮很大的功能 讓三輪車夫也可以在為慈激的禁思雨 去介紹給來到這邊的遊客 在禁思雨的貼紙上面 我們也有一個熱線 遊客有問題也可以打這個熱線求助 慈激禁思雨 與藍皮尼文化城市形象相符 在佛陀的誕生地 開啟每個人的善姻緣 也為淨化人心 想和社會努力 大愛新聞杜永耀 陳敏 優尼斯 余少蓮 尼波爾 歷史今天要追憶永恆的醫療典範 2018年的依奉獎得主 同時也是台灣肺結合之父的央斯彪教授 在2021年的今天此事 想松瘦101歲 他的人生可以說是一步百年 醫療史 2021年5月26號 百歲仁醫楊思彪教授此事 我的父親他大部分的時間 都已經奉獻給台灣醫界了 他因為血中症太強烈了 所以心臟就慢慢停止跳動 百歲仁醫楊思彪逝世 享松瘦101歲 曾任台大醫院及醫學院院長 首創胸腔內科 1989年擔任慈濟護專首任校長 退休後截至2018年 每週往返台北和花蓮祠院教學看診 退休以後還是退後不休了 很值得我們晚輩們的學習 你總共教的學生大概有多少人 我本身幾百萬 2018年獲得醫療奉獻獎 人生晚如一部台灣百年醫療史 楊思彪校長 正常年新年 我的差不多 我每個學生都沒有來 他在華人的所在 因為不經常 沒有經常 最後一部分 可以先跟著講嗎 我不管了 去年年初他還停了身軀 他再來就是做了輪椅 當年的那一人 那一群人是無路加感染 華林慈苑建院結園 並生奉獻醫療 為慈濟醫療體系 樹立兩衣典範 為什麼一直支持持續 讓你在感動什麼 在感動什麼 上人 2021年5月26號 近似經社得慈法師社報 文化加感慈師父 成願再來 得慈法師 元吉享受87歲 1963年於花蓮慈善院 結識聖人 歸一坐下 賜法號悟雲 自得慈 是聖人第一位出家弟子 恪守一日不做 一日不食 未有我們的生活 收了過21種功課 我來的時候 最年就跟我們說 那個完整 裡面第一代的人 要有徹底犧牲的精神 可以吃在扣奶在爐 那時候就是覺得說 我們能夠清淨上也是有福報 都殊徒地就是相依為命 那時候真的是平衡中的 不平衡生活 1987年創立 禁絲陶藝方 陶瓷作品與世結緣 三家法辣57載 樹立禁絲加封 我們師父的營養 我這麼感動 你會說舒服 我十八歲 只要 因為我們能營業 我們其實要繼續走 一定要繼續走 記錄 心驚的人都要撲完 孤獨的頭腦 我們永遠輸到的情 沒有距離 歡迎回到新聞現場 明天的天氣狀況如何呢 接下來要把時間交給 氣象主播 領袖 氣象看大愛 陪你聊天氣 大家晚安 今天白天各地陽光露臉 在南部午後有大雨 大家很關心 颱風什麼時候會影響台灣呢 先看到馬娃颱風 有一個很清晰的颱風眼 而且結構看起來很完整 它的中心氣壓來到900百帕 近中心的最大風速 來到每秒58公尺 馬娃颱風已經是1995年以來 最強的五月台 而且因為現在海面上的環境 很適合颱風發展 在未來這一兩天 它還可能會再增強 目前馬娃颱風 以每小時26公里的速度 順著太平洋高壓的邊緣 向西北溪前進 預計在下週一二 會來到台灣東南方的海面 這個時候太平洋高壓 正好開始減弱 最高壓減弱的幅度 就會是影響颱風北轉 還有怎麼影響台灣的關鍵 詳細的動態 我們會幫你持續追蹤 明天下半天開始 就要小心因為颱風而來的長浪 警戒的範圍包括了 基隆北海岸 東半部還有恆春 越晚浪會越大 到了星期天 包括這三個地方之外 還會加上馬祖 澎湖 南部 浪都會明顯增高 到了星期天晚上在東半部的浪高 可能會來到6米高 總之呢 就算天氣看起來很晴朗 海面無風無浪的 也可能會瞬間出現大浪 最好避免到海邊活動 明天另外一個天氣重點 就是紫外線 在新竹還有澎湖 來到了危險級 北中南大多也都來到了過量級 出門都要防曬 整理週末天氣 北部兩天天氣都蠻穩定的 是有陽光的好天氣 中部也是有陽光 不過中午過後 要留意山區的午後雷震雨 明天在南部的平地山區 午後雷震雨的雨勢 可能會比較明顯 而東半部的話 週末兩天都會有零星的短暫震雨 週末 follow me 抓氣象重點 明天在南部還有各地山區 都要留意午後雷震雨 在東半部可能會有零星的短暫震雨 出門都要帶把傘 可以遮雨順便遮陽 因為明天的紫外線各地都偏高 大多是過量級到危險級 一定要做防曬 還有在中部的空氣品質 來到了橘色提醒 北部也可能會有短時間亮橘燈 過敏族都要避免長時間 在戶外做劇烈運動 還有受到颱風影響 明天下半天開始 沿岸的浪就會逐漸變大 尤其在北部 東半部還有恆春 最好避免到海邊活動 接下來提供給您 明天各地的氣象數據 滿洲民謠是來自台灣最南端的聲音 這是由一群阿嬤們傳唱著七種不同的經典曲調 而且把自己經歷過的酸甜苦辣 用歌詞來表達出來 其中這位91歲的張日貴阿嬤 2012年被文化部列為是重要的文化藝術保存者 也封為滿洲民謠 為滿洲民謠塑造出了獨特風格 也為台灣音樂界寫下歷史遺言 生活上的酸甜苦辣注入歌詞 這是滿洲民謠 一把樂琴兩根弦能播出七種曲調 滿洲民謠剛開始是由一群農夫傳唱著 最早傳唱者之一 91歲的張日貴阿嬤 迎唱民謠一世紀 還被文化部列為人間國寶 天生一副好歌喉外 阿嬤歷經淬煉心有欺欺 才能唱出詞中精髓 天生一副好歌喉來 我看他牽到這麼長 有的在唱就不會了 人去江阿嬤 這是我們滿洲鄉的張惠妹 用麥克風你會覺得就是在山谷繚繞 出生赤平家 三歲喪婦 有首歌他每唱必哭 我跟拍名 我跟這韓國都在手上過台 我沒那麼驚人 我跟我們老婆跟我們生母 我們三個沒那麼驚人 身陷滄桑 來自台灣最南端的聲音 還一度登上國際舞台 他的為人處事 對 然後還有他的整個對鄉 鄉里的這個民謠傳承的貢獻 是非常高的 人間國寶 人生歌詠 阿嬤請囊享受 把家鄉文化傳遍四方 大愛新聞李嘉欣王昭中 屏東報導 為了要傳承名謠 張惠貴阿嬤的學生 最近開始奔走校園 他們要教導孩子最原汁原味的 滿洲特色 這裡有幾個特長 有背後還有歐島 還有港口庭 本走校園負責交唱的老師 大多年過七旬 唱這個很沉 到處都是卡拉OK的 人家唱那個都很快樂 為什麼要唱這個 那個教授就跟我講說 你要知道 你們越老唱這個越好 經歷悲創才唱得出韻味 一度讓滿洲民謠差點斷層 它是我小時候聽到的聲音 我不忍心它不見 在地人黃素敬四十歲 目前是民謠習一聲 對 深圳的民謠 就是聲音要厚 那個聲音的搞頭是 你講話的 你真實在講話的聲音 不是去追求那個很美的 那種和聲唱法這樣 貼近底層的聲音 要年輕學子詮釋出 示範挑戰 就有些民謠聽起來很開心 那有一些很悲傷 有人唱的話 像是有感情 就會想說他經歷的故事 該首舊還是創新 沒人說得準 何不此刻好好聆聽及珍惜 這半島的好聲音 很多無法去預料以後 會變成怎麼樣 但是在我們這一帶 我們就應該做的就是 把這個很重要的責任 一直再傳遞下去 在高通篷的壓力下 埃及有不少百姓因為貧困入獄 即便有NGO組織的援助 還是難以緩解 射索角落洗衣煮飯 欠債累累讓他寶藏街房鄰居的一樣眼光 更害怕浪當入獄也不能眉 根據統計 埃及1.04億人口中 多達六成民眾生活在貧困線邊緣或以下 無以附加的經濟困境 造成許多人因債務太高無法償還 最終被判監禁 尤其女性入獄後 想要重新融入社會 不僅要面對大眾的輿論壓力 還得飽受眾叛清理之苦 許多當地NGO與社會團結不合作 幫助面臨監禁風險的女性償還債務 儘管埃及總統賽希 今年3月赦免了85名負債囚犯 但人民因債務糾紛入獄 仍每天都在上演 這點非常好看 有很多人會看著他們 和他們的心理 但我們每天都在外面 都在外面 人們進去和外面 每天都在外面 都在外面 都在外面 都必須在外面 自2022年以來 俄乌戰爭貨幣貶貶值 與政府長期管理不善 埃及經濟每況愈下 官方表示年通膨率已超過30% 民眾如何擺脫欠債因應 恐怕難有答案 一代新聞王家正編譯 以上是今天的大愛夜安新聞 稍後要請您繼續收看 人間菩提 我是李思萱 我們明天見 晚安 請問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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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